影响大征信国安时代,总是人生犯有点小,甚至说大话十小前,不光让外界球鱼面嘲讽,甚至国安球鱼,自己也都抬不起头。 尤其在广州恒队队,一靠里人拿下一个个冠军之后,球鱼们只有宣伟的放,而同时国安帝失去的,却是有时于能,受加一,为首那批球员面的最后一滴月血,国安帝再也没有冲击冠军的资本。 这一键碰直到上赛季才有所红解,等赛季前完成名言后,国安队阵营里,多达三十年名名性球员当前的球队名单,各个位置上均有充足的人手。 但是看过上赛季国安队比赛的球员们都有这样的观点,尽管阵营里面上人手充足,但施密特在比赛中可用的排队不多。 尤其是胡言强、韩世豪、石元一,以及冤枉三球员的刘国博、王小乐、李思琦等人出产时间及其入线。 永续再次补充新元后,国安队仅仅走了韩世豪,加盟恒大一人。 并于球队现有阵营的射身,已经成了球队的头等队势,但该是谁合适呢? 这恐怕是国安总经理李明要做的下一步工作。 用线上的人选,目前有位人,巴坎德是胜赛季头后射手,巴坎德是让金楼,文宜中超乐园出场政策。 新闻张立民,仅有可能是与巴坎德竞争胜党,他是不可能做冷板动的。 而在此与美城,杨祖宁和阿比利将用214人当中,可能会有杨人离开。 双场分裂,二股斯托,持中国和比埃拉社球队的绝对主力。 平成,张希哲,可是施密特首相爱下。 新人和人有,也可杨人,当有欧洲联赛经历施密特,竟然不敢轻易放弃。 上赛季出场次数就不多在胡龙强,李恒,很可能成为新生品。 三名英二三球员李思琪,杰国博和王夏洛,时交流下也成了一道名疲。 后来线上级管王刚将能补强了右边路,但是施密特不会轻易放弃江涛。 偶有闪关的江涛,实际上依然有一定的实力。 新赛季中路组合很可能是金元三,鱼刀打。 因此,一来左边路人物射身的李恒,至少需要配备雅明和格的剔谱。 中产金太人,在上赛季客串发挥不错。 他的流向自然能有学美。 能将位置恐怕是施密特最为头疼的,本来连续成功的郭玄伯做了五首翻。 倒是各级国资号的抽调,让国安队不得不再次进步能将。 老将王智更多的是帮演更衣式精神领袖。 距离联赛的首翻。 核酸经验丰富,贝德海出来炸档。 搞不好施密特还要进行一分实验,作为国安部的总经理。 李恒在俊两个下季,带给球迷们足够的惊喜。 他的魄力与手笔,上了一些钦佩。 而曾经当过球员的李恒,有深知主帅需求的重要性。 他在工作中,也给施密特帮领及带的支持。 而国安一线队的射身,自然就落在了李明身上。 未来放名单最终求并哪些球员,也值得要就期待。